原來反流到尾 今天一早 我們臺灣本土上激溫是出現 在中華紛紅 只有九度夠 我們土地加上最期有夠 在太平山 玉山 核方山 都有落色 起上宿現在表示 今天一時反流稍微減少 但是很快 在明天還有一部大陸冷氣團的路南 所以後來拜日 拜日一早 中部一百激溫就十多左右 除了這個反流影響 在激溫太平山路 在激溫中 今年頭一張三色以後 各地山庫亞留學團出落四個消息 包含臺灣第一個風 玉山 還有中部 看水省地合環山 也都落四了 後來停車場 也有上四樓 那個部分的山頭 山邊到路邊 都已經蓋到一盞白色的色 去面外交遊客 挑江中山來看水立市 堆雪人嗎 對 好難喔 你們從哪裡來 我們從沙路排中 那是第一次看到雪 第一次 對 第一次在臺灣 起上司說這部寒流 二三百六的消化來減流 不過氣溫以外偏激 早上本土上給我們此現地中法官的 分行鄉九點九度 日時又在氣溫的地點來飛行 不過二十禮拜又有一部大陸冷氣團來 嚴重有一個沒有這部寒流這麼強 有一個月份上冷的時間點 會在百里跟百里早上 中部以北 我們可能會再來到十度左右 比較冷的話在中部以北跟東北部地區 大概是十一到十三 那空礦地區是有機會在低格兩到三度 所以區域的話大致上是中部以北 跟東北部地區有機會到十度的一個機率 會比較大一點 氣象素體次 未來幾天全台都是 偏冷的天氣形態 要到會在百里四到後 起我們這些明顯來飛行 國地區我們回到二二到二四度 建議民眾出外 也是在最多給我換東西 一定要多穿三戶 要穿好燙 記者上海報道